第一月爆發以來 其實關掉的店真的很多 很多 我工作室旁邊的中餐廳就關了 林泰豐在美國的店 到了 這波疫情對美容業影響真的很恐怖 可能會出現一種就是 倒伏伏 所以我們現在也算是一種預言對不對 如果我們預言又中了呢 會有人理我們嗎 嗯 大家好我是姐夫 大家好我是Sunny老師 歡迎收看 JC的世界 謝謝 這兩天爆那個北京新冠肺炎又爆發 我真的覺得 就像我們之前節目講的啦 就是越來越多的店要到了 怎麼辦 我之前我剛剛看到鼎泰豐要到的 鼎泰豐在美國的店 到了 Zara 啊真的嗎 全世界關了1200家人 那會關到台灣的嗎 不會 聽說不會 是這樣嗎 那就好沒事 因為我 如果Zara關掉 姐夫就大概半條命沒有了 對 然後你會問他 如果Zara關了怎麼辦 他不會說會死 但他會說我會搬死不活 他沒辦法沒有Zara啊 天啊怎麼辦啊 他們是要把所謂的實體店面變成所謂的網路市場 所以他們其實剛好趁這一波就關的了 對 那其實也跟我們之前講的一樣啊 所以說現在網路 對 網路本來就是現在的趨勢嘛 網路購物 因為剛好跟疫情 也是受疫情影響 然後他就是網路購物了 所以實體店面會受到很大的破折 1月爆發以來 其實關掉的店真的很多 很多 我工作室旁邊的中餐廳就關了 那是還好你知道嗎 我吃了快20年要關了 是齁 都是大店在到 對 都是大公司在到 人多然後房租軌 對不對 那他沒辦法附和這麼大量的 就是沒有人 對 沒有人嘛 對 虧損 整個虧損 他不能這樣一虧再虧啊 已經虧到不行了 最近去買衣服啊 就遇到這樣的事情了 在百貨公司裡面 有一家叫Rideon Rideon的一個選物品牌 原價大概七八千塊的 六七千 七八千的那個 褲子 九百九要出錢 那不是瘋掉了 狂搶購嗎 我就花了大概三千五左右 你花三千五的錢買了七條褲子 但是原價可能不只 可能是他的十倍 就三萬五 對 是怎樣 這家是要倒了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可能那個店長有聽到 我們的那個 他是飄過來跟你講答案嗎 他們目前還沒有要倒 啊 他是是這樣講 目前沒有要倒 但幕後不知道會不會倒 他們說目前還沒有要倒 就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倒啊 但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跟疫情還是有關係 其實已經虧損很多了 天啊 所以他們只好這樣 能補多少 他們需要靠這些促銷 就是大儲青來做一些現金的回流 去補一些破洞 對 對 對 補目前會的 因為他們這家公司也是很大的 天啊 特價到什麼時候 他就說賣完為止 天啊 他們貨真的很多 而且貨出去了 對 他們已經貨出去了 真的 日本料理很危險 對 因為他都會生的 也不是 也不是危險 因為他 他如果今天一爆 說跟鮭魚卵 跟鮭魚有關係 大家就不敢去了 因為大家會聯想 你知道 欸 那你鮭魚跟鮭魚卵 有這個病毒的這個 那會不會別的魚也有 對 因為會這樣想嘛 對不對 我們不是在微言手聽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相信 我覺得這個影響 是有可能會影響的 對 還有鮭魚卵 天啊 你是不吃鮭魚卵會死喔 會死 又來了 不是 因為那是很美味的東西 結果一聽這樣 我真的不敢吃了 如果轉為是數位化 或者是網路商店的話 其實還可以 可是有的店很難轉 美容業不行 對 因為他一定要有人去做啊 因為網路怎麼會買 可能會出現一種就是 道普服務 我現在就已經道普服務了 吃的還可以外送 對 吃的 然後或是我們買民生用品 都可以網路購 但是這一波疫情 對 這一波疫情 對美容業的影響 真的很恐怖 尤其是我們現在也算是 一種預言對不對 如果我們預言又中了嗎 會有人抵我們嗎 呃 可能會喔 然後就送我們兩個字 是烏鴉 是不是 還是三個字 烏鴉嘴 不是烏鴉 是烏鴉嘴 我們好不容易 在前幾天的時候 我們發現 商場人也多了 大家消費人也多了 現在又沒人 餐廳也有人吃飯 現在又開始了 電影院也沒人 我現在都已經忘記 看電影是什麼感覺了 已經忘記怎麼去電影院了 對不對 不知道啊 真的嗎 你知道 不知道 我以為你連去電影院的路 都忘記怎麼去 沒有啊 綜合環球都有啊 出門還是要戴口罩 對 掰掰